女皇武则天的上位之路充满了血雨腥风,很多礼堂宗士和文武大臣都惨死在她的屠刀之下,她是踩着无数的礼堂宗士和文武官员的尸体登上权力巅峰的,然而,就在她在临终之际才真正幡然醒悟,最可怕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礼堂子孙,就算杀光了,他们也没用,这个最可怕的人就隐藏在自己身边,并且与自己日日相伴,自己竟然还把最大的信任交给她。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能让武则天彻底放松警惕的人到底是谁,纵横历史现实,品评时代人物。 欢迎订阅管桃解读 武则天的野心,艰难的夺权上位路,公元637年,武则天刚满14岁,唐太宗李世民听说他一容举止娇美,便找他入宫,封为五品才人,伺候五妹,世人都称他五妹娘,五品才人是后宫里级别最低的内官, 所以武则天只能照顾李世民生活起居,却无法获得他的宠幸。 有一次,西域使臣向李世民进献一匹宝马,名为狮子聪,此马长得高大威猛,神俊异常,据说能日行千里而步伐,李世民看到后很是高兴,便让驯马官骑上去,跑几圈让自己看看,谁知驯马官刚骑上去, 这匹狮子聪就一声长丝,然后四提腾空,把驯马官狠狠地摔到地上,李世民见这匹宝马,如此暴躁易怒,便问,你们谁能驯服这匹狮子聪? 朕重赏白银一千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见前前后后共有十来位,在战场上征杀多年的武将上场,但都被狮子聪,几下子就甩下马背,这是一众文武官员,谁也不敢再出来骑马, 李世民看到后心里很是着急,正在这时,武则天站了出来,对着李世民说道,陛下,臣妾能致服他,请让臣妾一事, 李世民大吃一惊,你一个文弱女子,如何能降服猎马,这肯定不行,武则天说,我只要三件东西,铁鞭,铁锤和匕首, 他要是不听话,就用鞭子抽他,还不听话,用铁锤敲他的头,再不听话,就用匕首砍断他的脖子, 李世民听了武则天的话,立刻大吃一惊,只觉得眼前这个女人,既聪明又可怕, 表面上连连夸赞武则天,好有手段驯服猎马,实则心里,对武则天如此残忍的手段,感到深深的害怕, 因为李世民在武则天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在玄武门政变时的刀光剑影, 心中顿绝不寒而栗,于是便将其冷落后宫,一连十二年也未宠幸他,武则天也因此一直当了十二年的武品才人, 公元六百四十九年,五十岁的李世民染上了立即, 由于当时医术有限,李世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要知道立即这种病,在我们现代不算啥大病,但是在古代可是要人命的病, 皇帝龙体欠安,武则天便日夜陪在李世民身边照料, 而太子李治也一同陪着照顾李世民, 敏锐的武则天深知自己想要咸鱼翻身, 必须要抓住太子李治这颗救命稻草, 武则天绞尽脑汁,博得李治的好感, 而李治在貌美如花的武则天诱惑下, 很快就成了十六群下的俘虏, 接下来武则天和李治背着李世民, 终于擦出了不伦不类的爱情火花, 然而世事难料, 就在武则天的命运即将出现转机时, 老天爷又跟武则天又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公元六百四十九年, 唐太宗李世民病逝, 享年五十二岁, 太子李治继承皇位, 视为唐高宗, 由于李世民在临死前, 唯恐武则天对李唐江山不利, 便把他下放到感业四为尼, 五妹娘本以为自己就这样,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伴随着清等古佛, 直到老去, 但武则天心中对李治仍然是有感情的, 他不停地思念着李治, 期盼着李治能接他回宫, 在思念中写就一首如意娘送给李治, 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还随时捎过去一条自己穿的石榴裙, 我给大家解读一下武则天如意娘含义, 眼看着春天的花都谢了, 夏天的树也绿了, 想念您的人啊, 身瘦了, 心也碎了, 自从我俩上次优惠亲热分别之后, 我在这里, 整日以泪洗面, 泪湿衣衫, 泪洒群居, 如果您不信, 就来打开我的衣箱, 看看那石榴裙上的斑斑泪痕吧, 朋友们, 武则天这首情诗写得真好, 不知道大家如何, 反正我是被感动了, 李治看着善解人意的武则天, 心里激动得不得了, 立刻赶到感业寺, 相见武则天, 两人先是默默无言两行位, 借着耳边响起哭泣声, 最后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李治回到皇宫后, 很是思念武则天, 但是他又不能把武则天接回来, 毕竟他曾经是父皇的妃嫔, 当时由于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常年无子, 而萧淑妃却连产三子, 颇受李治宠爱, 皇后地位已然岌岌可危, 王皇后便想将武则天拉到自己的阵营来, 一起对付萧淑妃, 于是便劝说李治将武则天纳入后宫, 李治大喜过望, 立刻就同意了, 于是, 28岁的武则天再度入宫, 此时武则天已身怀有孕, 入宫后便生下了与李治的第一个儿子李红, 李治很高兴, 奉武则天为昭仪, 昭仪又是个什么级别呢? 昭仪是皇帝妃嫔的封号之一, 为九嫔之首, 属于正二嫔。 武则天入宫后, 果然不负王皇后众望, 二人一起联手, 将萧淑妃扳倒, 武则天反而却越来越获得唐高宗李治的宠爱, 这使得王皇后及萧淑妃很气愤, 接下来王皇后及萧淑妃便共同打击诋毁武则天, 但李治并不理会, 反而对武则天越发的宠爱, 武则天先是打压萧淑妃, 将萧淑妃废掉后断去手足, 又扔进九缸中浸泡数日, 最后惨死, 接下来又对付王皇后, 公元653年, 武则天又再度怀孕产下一女, 及安定司公主, 据新唐书记载, 招一生女, 后杀五女, 亡语飞相缠冒, 金幼而邪, 而地狱信爱, 时有费后裔, 另据自治通鉴记载, 毁招一生女, 后杀五女, 上游是有费力之志, 再据唐慧妖记载, 招一所生女暴族, 又奏王皇后杀之, 尚遂有费力之意, 王皇后很喜爱安定司公主, 经常前去探望, 有一天王皇后又来看小公主, 在斗弄一会后便回宫去了, 随后武则天趁着没人注意, 便将安定司小公主掐死, 之后又盖上了被子, 最后武则天跑到李治那里, 哭诉王皇后杀死小公主, 李治这才下定决心废掉王皇后, 公元655年, 唐高宗李治下令, 废掉原配王皇后, 改立武则天为皇后, 就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废王立武事件, 武则天为称帝, 对儿子的狠辣程度令人望而生畏, 接下来武则天又把目光对准了太子, 因为太子也是自己称帝路上的障碍, 当时太子是李忠, 他是李治刚被立为太子时, 与妃嫔流氏所生的长子, 李忠性格软弱, 而且自知其位不保, 便主动提出放弃太子之位, 随后李治又把和武则天生的长子李红立为太子, 公元675年4月, 就在李红当上太子不久, 便得了废结合并去世, 但据《新唐书》和《旧唐书》均有记载, 天后方徒临朝, 乃镇杀孝敬, 根据史记可以看出, 李红是非正常死亡, 应该是被武则天所毒杀的, 李红病逝之后, 李治和武则天的次子李贤继任太子, 但是李贤和武则天政见不合, 被武则天废掉太子之位, 贬去巴州, 最后武则天受益库立丘神祭, 逼迫李贤自尽, 接下来李治和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贤, 又继任太子, 公元683年12月27日晚, 唐高宗李治在东都贞观殿去世, 终年56岁, 李治临死前颁下一诏, 皇太子于林旧前即位, 由宰相裴延辅政, 军国大事有不绝者, 兼去天后禁止, 接下来武则天临朝称制, 为称帝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公元684年, 李显不甘为傀儡, 企图对抗母亲武则天, 结果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 并贬出长安, 公元684年2月, 武则天又改立四字李旦为帝, 使为唐瑞宗, 而他自己也从幕后走向台前, 正式开始临朝称制, 掌控朝堂一切正式, 李旦不久就被武则天软禁于皇宫之中, 彻底沦为了傀儡皇帝, 690年9月9日, 武则天废掉唐瑞宗李旦, 自己积皇帝位, 改国浩维州, 定都洛阳, 武则天巩固皇权, 疯狂屠杀李旦子孙, 据我国现代著名作家、 学者、 语言学家林语堂先生, 在《武则天正传》中记载, 武则天一生共谋, 杀了93人, 不包括其受到株连的亲属, 其中他自己的亲人23人, 李旦宗是34人, 朝廷文臣武将36人, 不包括其部署, 武则天认为自己出身卑微, 而且李旦皇室目前还拥有 强大的政治势力和影响力, 对自己还存在很大的潜在威胁, 因此武则天在执政前, 后期, 为稳固帝王统治, 也是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扫平道路, 便下定决心, 产出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 对李堂皇室大肆杀戮, 必除之而后快, 其中被武则天杀戮的李治子孙有, 燕王李中, 李治树长子被刺死, 太子李红, 武则天长子被毒杀, 太子李贤, 武则天次子被逼自尽, 安乐郡王李光顺, 李贤长子武则天的亲孙子被鞭杀, 永安郡王李首义, 李贤次子武则天的亲孙子被杖杀, 义德太子李崇润, 武则天三子李贤的长子武则天的亲孙子被杖杀, 永太公主李先慧, 李贤第七女武则天的亲孙女被毒杀, 其王李上金, 李治第三子被无谋反罪自已而死, 其王李上金珠子, 李一贞,李一梅,李一张, 李一环,李一姐, 李一岁在流放途中一起被杀, 许王李肃杰, 李治第四子被无谋反, 在押解途中被暗杀, 许王李肃杰十三子中, 李景,李英, 李奇, 李瓦, 李赞, 李阳, 李阳, 李怨, 李金等九子全被诛杀, 其余四子由于年幼, 幸免于难, 被长期囚禁在雷州, 其中被武则天杀戮的李世民子孙有, 蒋王李伟, 李世民第七子, 蒋王李运之子被诛杀, 岳王李真, 李世民第八子, 兵败自杀, 狼牙俊王李冲, 李真长子, 兵败被杀, 长山公李倩, 李真第三子, 兵败被杀, 沈国公李温, 李世民第十子, 刘芳致死, 继王李慎诸子, 易阳王李从, 楚国公李玄, 襄阳郡公李秀, 广化郡公李业, 建平郡公李九, 一起遇害, 曹王李明, 李世民第十四子被逼自杀, 曹王李明二子, 长子玲玲王李俊, 次子李国公李杰, 被诛杀, 四横山郡王李爵, 李世民敌长子, 李承前的第二子被诛杀, 广都郡王李仇, 李世民第六子, 李英长子被诛杀, 蜀王李凡, 李世民第六子, 李英第三子被流放致死, 蒲王李新, 李世民第四子, 李太长子被库立陷害, 贬至昭州任刺史, 被陷害致死, 其中被武则天杀戮的李渊其他子孙有, 常乐王李勋其兄弟六人, 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 藤王李渊英之子, 一同被迫害死在狱中, 祸王李渊鬼, 李渊第十四子, 流放途中被杀, 江都王李絮, 李渊鬼之子被杀, 韩王李渊家, 李渊第十一子被逼自杀, 上党郡公李慎, 李渊家第三子连罪致死, 黄国公李传, 李渊家第四子连罪致死, 鲁王李林奎, 李渊第十九子被逼自杀, 泛阳郡王李矮, 李林奎次子被诛杀, 东莞郡公李荣, 李渊第十五子, 国王李凤第五子被诛杀, 常乐公主, 李渊第十九女被诛杀, 书王李渊明, 李渊第十八子被库立丘神祭构陷诛杀, 豫章王李淡, 李渊明之子被库立丘神祭诛杀, 四郑王李景, 李渊第十三子郑王李渊一之子被诛杀, 温山郡公李珍, 唐高祖李渊第十子徐王李渊李的第三子被诛杀, 广汉郡公李宁, 李渊第十六子到王李渊庆的第五子被诛杀, 鄱阳郡公李音, 李渊第十六子到王李渊庆的第六子被诛杀, 南安王李颖, 李渊第十一子秘亡李渊小的曾孙被诛杀, 另外, 武则天还杀掉很多与李唐皇室宗金血统关系稍远的宗金贵族, 如李玄, 李英, 李玄珍, 李直, 李厂, 李之业, 李之严, 李然, 李勋, 李策, 李月, 李岸等人, 其中被武则天杀戮的朝廷重臣有三十六人, 林燕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太尉长孙无忌, 唐高宗的亲舅舅, 托孤重臣, 秘书郎上官仪, 上官娃儿的祖父, 幼领军为中郎将成务艇, 唐初名将成名镇之子, 英国公李敬业, 唐初名将, 开国元勋司空李继的孙子, 此周此时李镇之子, 唐朝宰相, 楚岁良, 韩苑, 来济, 柳氏, 裴延等, 唐朝名将, 王芳义, 黑齿长枝, 李孝义, 张乾旭等, 武则天身边那个最可怕的人, 其实武则天身边最可怕的人, 就是狄仁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他为武则天推荐的, 后来成为宰相的张简之, 后来成了武则天的角木人, 狄仁杰可以说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 也是武则天自认为的嫡系亲随, 而狄仁杰在骨子里, 一直坚持着李唐正统的追随, 他没有忘记江山是李唐打下的, 在武则天之后, 江山自然要还给李唐子孙, 而且他也一直坚定地认为, 李显就是最合适的太子人选, 所以狄仁杰也一直在等, 在等着一个合适的机会, 合适的人出现, 因为狄仁杰心里明白, 只有这样, 才不会辜负武则天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更不会违背自己心中的初衷, 当武则天到了晚年, 因为立武家人, 还是立李家人为太子, 而纠结不止。 左右为难时, 狄仁杰得知武则天想要传位给侄子, 把武三司立为皇太子时, 心里甚是焦急, 事实地及时用巧妙话语, 说服武则天还证给李唐家族, 狄仁杰说, 侄子和儿子谁更亲近呢? 如果立儿子, 后世便可在宗庙享受供奉, 而立侄子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世上没有哪个侄子会在自己宗庙供奉自己姑姑的。 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心腹肩之己, 武则天为很尊重狄仁杰的建议, 也就更加坚定了要立自己儿子李显为太子的决心, 接着狄仁杰又做出了一个最为关键的决定。 最终将武则天赶下皇位, 狄仁杰在告老还乡前为武则天推荐一位新宰相, 这个人就是荆州长使张简之, 但武则天认为张简之年龄太大, 就没有重用他, 只是让他担任洛州司马, 当武则天再次让狄仁杰为他举荐人才时, 狄仁杰又极力推荐张简之, 并且狄仁杰郑重地告诉武则天, 此人能担任宰相之职, 而不是只做一个司马, 为免大才小用了。 武则天见狄仁杰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 便任命张简之为宰相, 看来狄仁杰坚决地扶持张简之上位。 他这么做的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张简之和自己志同道合, 想借张简之的手完成礼堂复辟大业, 公元705年, 也就是狄仁杰病逝后的第五年, 当武则天病重之时, 张简之联合崔玄伟等众多大臣, 发动神龙政变, 逼迫武则天退位并还正于李显, 直到武则天在病重临死之前, 才幡然醒悟, 狄仁杰才是自己身边那个最可怕的人, 而那些礼堂子孙只是被自己冤杀罢了, 就算杀光了, 他们也没用, 但此事后悔一晚已, 武则天同时也意识到, 狄仁杰当初为什么坚持向自己举荐张简之, 原来就是因为他们这些礼堂旧臣, 一直都心记着礼堂江山, 估计武则天在临死前, 一定在痛恨敌人节和懊恼自己, 最可怕的人竟然一直就在自己身边, 并且与自己日日相伴, 自己还把最大的信任都给了他, 最终武则天放下了一切, 留下了去帝号, 称则天大圣皇后的遗仗, 他告诉世人, 江山一直都是礼堂家族的, 而自己的身份也始终是礼家的媳妇, 也正是因为这个遗仗, 让武家得以保全, 更让武则天与李治合葬一起, 遵享太妙, 武则天虽身为女子, 却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攀上权力巅峰, 但其折腾了一生, 到最后就连最信任的自己敌人节都不认可自己, 更何况天下人呢, 敌人节归根到底, 还是为了天下百姓, 为了自己的初心, 就在那谈笑间轻而易举地搞垮了武洲王朝, 不得不令世人佩服敌人节的大智大勇。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